小S二女儿言论惹争议,称英文是她的母语,以后会好好练习中文。 要说去年娱乐圈最热闹的莫过于大小S一家了,汪小飞和大S的抚养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,小S老公徐亚军又被爆出私生子,一家人的事情才平息,小S二女儿许韶恩又因为言论引发争议,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。 一直以来,许韶恩在社交平台都喜欢讲英文,因此有不少网友跑去他的评论区质问,为何老是用英文说话。 对此,许韶恩回应,我的英文比中文要好。 紧接着,下面还加了一句,我的母语是英文,在学校、家里以及和朋友聊天,都是用英文。 此言一出,迅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。 有人称,小S的英文那么差,回家怎么和妈妈沟通呢? 甚至有人称有其母必有其女,一家人的三观都有问题。 众所周知,弯弯和内地一样,都说普通话,而且全台通用,闽南语和客家话都是从福建过来的。 至于英文,并没有全台普及,而且弯弯很多人的文化并不高,小S女儿说英文是她的母语,这样的言论肯定是不妥当的,许韶恩难道是忘记自己的国籍了吗? 现在大小S的名声已经崩塌,甚至还波及到了孩子,希望小S的三个女儿以学业为主,尽量在社交平台少发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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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